上青那位楊明氏見完皇上,剛剛走出乾青門天街, 壯見宰相張亭玉從上書房送一個官員出來。 他一眼就認出,那個官員是現任兵部滿人侍郎,兼處暴君統領。 楊明氏是張亭玉的門生,就立刻停著腳,打個壹話, 老師,安好。 是明氏嗎?見過皇上吧? 好了,要入清宮為皇者司。 我和你們介紹一下,這位就是... 張亭玉還未說完,見到楊明氏和自己隔壁的人已經笑開了。 咦?你們認識的嗎? 先從張亭玉送那個官員出來,就叫做岳善。 岳善這個人就很穩重、端莊。 五官亦長得很均勻,整天微微笑,樣子都很開揚。 聽見張亭玉這樣問,岳善就押頭話了。 我十五年前就認識明氏的,張相的得意高足。 那時候我等了內務府當差,後來去了利部考公司。 明氏出任貴州巡府,還是我建議的。 楊明氏就站在一邊,笑笑口沒有出聲。 那麽其實,雍正元年,他任副主考,主持順天府的共事。 正是惡善舉戰的,為此就掀起驚天大案。 不止張亭玉的堂弟張亭玉被腰斬,這件案還牽連好講。 連乾隆的親大哥雲氏都牽連在內,被雍正夏子刺死了。 往日的這些恩恩怨怨,跟張亭玉多少都有些瓜葛。 惡善的人就不笨的,自不然要迴避這些事。 於是跟楊明氏打完招呼就先走人了。 張亭玉這樣才請楊明氏入屋聊天。 軍機柱只有三間屋,坐落在永巷南口的西邊。 康熙年代是被那些示威脅腳的地方。 到了雍正的時候,西疆用兵。 軍事信件太多,就在那裡設了軍機柱,專門來處置軍務。 那些軍機大臣都是由原來的上書坊行走大臣兼任。 皇帝又多數在養心殿到召見。 這裏近上書坊又便利些。 故此就兼著軍機大臣的上書坊大臣, 亦在這邊處置軍務。 久而久之,這邊軍機柱就漸漸成了機書核心。 上書坊那頭就變得好像形同虛設了。 再說楊明氏,跟著張亭玉入屋, 見到東邊一張大廠,其他的都是大書櫃, 放滿了文卷,很多都標著黃籤的。 整間屋的紫密香味,沒有一些奢華的氣象。 這樣就放在靠門口的金色座中, 算是唯一的貴重物件。 怎樣? 宰相也不過如此。 張亭玉似乎不聲感慨。 坐吧。 我從康熙四十八年入上書坊, 到現在,三十年了。 楊明氏就說, 老師是君以忠, 事事謹慎, 從開國以來, 恩禮之榮, 是全此全忠啊。 呵呵呵, 全此, 還算忠肯? 全忠啊! 還要看以後才行。 我歷史三朝, 一代權商, 比喻明珠, 索勒圖, 高士奇, 我都看著他們大喜大樂。 現在我大明之下, 晚節猶中, 真是想急流勇退啊。 楊明氏就眼定地看著張亭玉, 他有點奇怪, 他特意見自己進來, 就是說這些東西? 於是他就說, 老師既然想得到, 那就一定會全忠的。 楊氏啊, 我叫你來, 不是為了說這些道理的。 做大官耐了, 有點騎虎難下。 我張家一門在朝廷做官有七十幾個。 大的大到有一二稟, 小的做到八九稟。 所謂樹大有枯枝嘛。 啊, 隨便誰出一些事, 很容易就牽涉到我了。 譬如, 平路這件事, 我才聲明, 我沒有記住, 我還要感激你。 中堂, 你聽我說啊, 我, 這樣做不是詐欺。 停路的死, 雖然是罪有應得。 我什麼時候想起, 這個心都好像針疾那麼痛。 那是人情。 從天理上講, 你當時沒有做錯。 我也覺得, 應該這樣, 立個榜樣給張家的人看看。 對張家還有好處的嘛。 中堂, 你這麼寬雲大量, 真是令人感激佩服, 學生擰教了。 明侍啊, 我的門生遍佈天下, 不過擔倒大量的不多, 你現在要入宮事後的阿哥了。 跟我年輕的時候, 走的路是一樣。 這個猜事做好了, 前程不可限量。 但是這個猜事很欺人的。 旺族裡頭, 都有點不生氣的嘛。 這個師父不是這麼容易做的。 當年我弟弟亭露, 就吃了這個虧。 他依靠了雲時, 以為有詞無恐, 結果被腰斬, 冰山都倒了。 楊榮時聽到入了神, 想了一會兒才說, 詩上說的, 我都會銘記在心。 和那些阿哥, 我僅以道義交往, 集中而不偏, 道之通情達理, 我決不辜負師祖的順順教誨。 那楊榮時怎麼做的阿哥的師父呢? 我們暫且就不說了。 說說這一天, 乾隆正是帶著國溝父恆, 刑報尚書劉統勳, 還有幾個侍衛, 靜靜出了皇宮, 去十四貝勒府, 探望十四叔。 十四叔, 就是康熙的第十四個兒子雲提, 是雍正皇帝和一個母親生的弟弟, 也是唯一一個。 康熙晚年, 太子雲營, 紛亂失衛, 整班皇子趁機群起爭衛。 雲提和八哥, 雲治, 九哥雲堂, 十哥雲娥, 就群起一班, 成了八爺黨的中堅。 民間甚至傳言, 康熙原意, 由雲提接惠, 是前尚書房大臣龍科多, 師子將遺詔中, 全惠十四子, 改為全惠於四子。 這樣才有了雍正登位。 到乾隆登位之後, 在頒發正上寬大的聖子當日, 就傳旨, 撤去十四宿, 九宿住處高牆圈金, 允許在住宅旁邊散步走動。 那麽再講, 現在劉統分在前邊大路, 拿手指裝一下就說, 萬歲呀, 這座就是十四貝勒虎了。 嗯, 乾隆神色彷彿地看了眼, 竟然面前一棟圍牆, 足足有成像五高, 原來的大門口已經被封住了, 只開了一個橫滿仔。 這裏由內務府、中仁府匯同打手, 一殺到那棟橫滿仔, 嚴嚴實實就好像鐵桶一樣。 那麽他們幾個人剛剛走近, 守門口的人已經見到了, 就大聲喊過來, 卑人, 站住! 講完有兩個不貼式打扮的人就走過來, 看了幾眼, 馬上就笑口奇奇了, 哎喲, 傅六爺, 小人幫你請安啦, 現在黑媽媽那樣, 都來這裡的。 傅行就說, 什麼傅六爺, 窮七爺, 快開門, 皇上二家來了, 要見問題啊。 啊? 那兩個不貼式嚇了一跳, 睜大眼看傅行後面的乾夢, 啊, 即時就趴在地上扣頭, 扣到龔龔聲, 跟著起來, 另轉身就跑過去, 拿鎖匙, 嘩, 打開了鐵門仔。 乾隆一進門就問, 十四爺還沒睡嗎? 那兩個人就說, 哎喲, 回皇上, 十四爺, 每晚都是四更才睡的, 這幾天, 說有點不舒服, 不知道這時候, 是不是攤了上床養神呢? 那你們前面帶路, 劉統分就留在門口了, 那兩個不貼式就拿著燈, 在前邊帶路了。 那所謂不貼式, 就是清代各個衙門裡頭那些低級官員, 多數是以文職的居多。 那再說, 那兩個不貼式, 帶著乾隆富行地進了二門, 那時候, 黑咪媽的路就更加難走。 遠之道生滿茅草, 有成半個人這麼高, 被晚風一吹, 時哩啞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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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尼遠, 在昏暗的西瓜燈下, 站著幾個老太監, 屋裡頭就一燈如斗。 乾隆見到這樣的情景, 一下就想起自己小時候來那些樹的。 十四叔在石蓋裡拿手遮住眼, 和自己玩捉蠻蠻,想到這樣,不如得一陣淒涼,走幾步就進屋,小聲就說了,十四叔,穩提就躺在床上,脖子向著牆壁,沒有拍到他,傅行陰聲,小氣地插嘴,十四爺,皇上來看你了。 皇上,你看我,穩提就暗暗沉沉,動了兩下嘴,跟著禮轉身就坐了起來,傅行就沒曾見過這位皇爺的,現在在燈底下看,見他五十歲左右,但頭髮已經灰灰白白,還好亂亂,好像雞拿鬥一樣, 臉色蒼白,形容潮水,那個樣子好像死了個兒親王殞腸一樣,不過就目睹了一點,他的眼眉毛很粗,粗得好像一把賊一樣,遮住眼一樣。 皇上,在位的老三輩親王,凡是見到乾隆都成王成恐,現在這個罪人居然坐在那裡不動,默默獨獨,冷冷淡淡。 皇上,是不是來刺陀螺經皮的? 那,清代那些王公大臣死了,是用瘦有陀螺經的皮來蓋住屍的,那就是叫他死的。 乾隆就走前一步,公身行個禮港。 十四叔,你誤會了,明天我就要出京巡視。 十四叔,都要走出這個牢籠之丹。 我怕請安妮遲了不公,所以專程來看看十四叔先。 你身體多好嗎? 你身體多好嗎? 我身體多好嗎? 我身體多好嗎? 可惜呀,哀莫大於心死。 我現在死得很近, 放不放都無所謂,當初封這座王府,是你父親,他又在這裏對我說,我犯了貿易罪,重興圈禁。 那我說,既然是貿易,是逢捨不捨的十惡罪,我寧願凌遲。 但是,你父親說,我不肯得過殺弟弟的名聲。 這是他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。從此,我們兩兄弟就天國一方了。 現在新皇帝又來了,十四叔還是那句話。 照國法處置就是了,我穩提皺下眉頭,就不是人。 全龍盯上眼睛看著那位挖強的皇叔。 很久他才說,父親和你們阿叔的事,責任不在我。 我既沒有擁抱阿叔的意思,也不能說父親錯了。 你們當時,一定有當時的情勢。 但是,雍正十一年之後,父親幾次提起十四叔來,還有八叔,九叔,十叔。 一提起,他就很不開心,覺得自己處置過了路。 我就是遵照父親這個遺命,釋放十四叔來,當然要放十叔。 你們如果還賴念和小孩子的舊情,肯出來為國家做事, 那是一定要借重的。 如果心胸合藝,一味計較,也唯有任由你們。 全龍說完就很辛酸,忍如就哭了。 穩提直到哭得咬咬聲。 原先那種矜持傲慢的神氣一掃而進, 一邊哭,一邊扔心扔肺。 哈哈,天啊! 你是怎樣安排我們皇家骨肉的? 搞得我們嘔心鬥哥,大哥,二哥,八哥,九哥都死了。 還要得個好名,叫阿奇啦! 再試一下! 吊下主招啊狗啊! 哈哈哈哈哈哈! 他屈了十幾年的仇悶憤恨, 好像開閘的潮水一樣, 在淒厲慘痛的富豪中傾瀉出來。 皇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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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不知道, 是你這個四方的活棺材裡頭, 是甚麼知名啊? 皇上! 皇上! 你有七個八叔! 都埋在這裏頭! 都是埋在這裏頭的! 十四叔! 皇上! 皇上! 你起床! 你這樣跪在這裏, 我好不安樂的! 其實, 這些都是天意! 路一脫的事已經過去了, 不要再想了! 要好好地保重身體, 質疑借重你們的時間, 還很長呢! 問題痛哭了一陣, 但是, 似乎那人是精神翻一點, 神! 神禮了! 皇上! 被暈在這裏, 真是生不如死! 不過, 細心想下, 亦的確好像皇上所說的, 這些都是命, 無得好遠! 自從皇上的恩照下來, 日頭出去走兩個時辰, 我好心足了! 上次遇到十哥找我, 和他談了幾句, 他已經嘔嘔鬥鬥, 日尾懂得念佛經。 王叔, 你放心吧! 田龍見到穩提清神, 他亦隨即改了清夫, 明天這裏的高場, 就全部爬平他, 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, 不過, 要防著小人造作謠言, 朕當然是不信的, 不過, 咒到上來, 朕就不可以不查了, 何必招惹這些麻煩呢? 朕認為, 十四叔是帶兵在西邊打個聖仗, 閒下無事的, 就把用兵的利弊寫下, 上一條塵, 看現在這樣的情勢, 將來西疆還會出事的。 乾龍又好心機地交代了幾句, 才帶著傅行出來。 走到門口, 就叫了領事的太監過來, 你又去問一下你十四爺屋裡的味道? 我都不知道你們怎麼當警察。 喏, 又是你們這班人, 原地留下, 事後十四爺, 還有十爺那邊, 一樣是這樣。 劉統分等的廣員便稟報說, 皇上呀, 這裏去李衛府都幾遠下, 不如等侍衛送馬過來, 我們騎馬去吧。 這樣也好。 喏, 乾龍就不回皇宮, 準備要微服出巡了。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